记者蔡维新专访报导郭洪志出席协会活动街三立新闻网专访 涂阳助摄影郭洪志加入全名运动会四单任黄队领队 如今节目快要进入尾声 受访透露有点失落感 感觉一个旅程就要结束到期间最辛苦的地方 他认为是找场地跟教练 上自己要一直从台南上来 至于对接下来第五个期待 他则表示现阶段是先把第四季比赛先好 郭洪志透露就自己的了解 黄队向来训练到的全勤率是最高的 加上他也严格要求大家要 10 因为是以前当运动员的养成 不过他坦言一使大家还不习惯 也都会迟到 他就持续跟大家通 迟到会让教练多等 场地也有租借费用 郭洪谈黄队队员 涂阳注射影队歌舞笑泰之前受访 认自己是最常迟到被罚钱的人 郭洪志也坦言 为笑泰中文理解能力不是太好 而他跟黄队像 这阵子也去慢慢了解每个人的个性 然后把大放在队的位置上场比赛 提到比赛至今最让他气的就是匹克球项目 郭洪志认为大家练习都很好 结果比赛频频失误 甚至连基本的发球都做好 郭洪志所带领黄队 突翻射脸书而节目之 播出他录影空档 在楼梯间找男队员训话 还被 选形容是暗黑楼梯间 郭洪志则解释自己最在 的点是大家花了这么多时间训练 结果大家都紧张切场 没有展现实力 那我就会问你是不是 没有好好去练习 既然花那么多时间练习 真的 赛就要心情放松 不要太多输赢的失心 点这里 更多精彩图片 httpscomerslashslashreal.cc 斜杠 WQMW45